当夜晚降临 我驾车返回家中的路上 却遇到了一件让我后怕不已的事情 我停下车子 刚想调整一下后视镜的角度 却看到了车后镜中的惊恐景象 那是一个女鬼 她的上半身完全被挡住了 只有下半身裹着一条红色的长裙 浮现在车后镜中 仿佛在向我诉说什么 我下意识地想要下车查看 但是身体却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 牢牢地束缚着 我开始感到浑身不舒服 尤其是后脖梗出 仿佛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 然而 我还是不断地回头看着车后镜中的女鬼 她的样子越来越清晰 她一边缓慢地靠近 一边用空洞的眼神直直地看着我 仿佛在试图和我沟通 这个女鬼让我感到无比的惊慌和不安 我尝试打电话求助 可是我竟然发现 我的手机居然无法通话 这让我更加害怕 仿佛我被困在了一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空间中 我的内心在煎熬中挣扎 但我还是感到自己被那个女鬼所吸引 我终于忍不住 猛地转身向车后镜看去 结果什么也没有 我的心慢慢平静下来 我明白 这只是一个恐怖的梦魇 然而 当我打算再次上车时 我忽然听到一阵咔嚓的声响 紧接着车子熄火了 我吓得魂不附体 我不断试图重新启动 但是车子就是不听我的命令 我被困在了一个夜幕降临的荒野之中 无助而害怕 在那的夜晚 我好像度过了一个漫长的时光 我试图护救 但周围没有任何人回应 我只能默默等待着 等待救援的到来 等待这个可怕的噩梦结束 直到天亮 我才从恐惧中缓过来 我驾驶着那辆出问题的车子回家 一直都保持警惕 生怕又再次遇到 他在我后视镜后面